你们想到吗 堂堂的大营仙人佐若彤 只是因为与吴根生对视了一眼 他整个人就瞬间目瞪口呆在当场 甚至最后 他还表现出了一脸耐人寻味的表情 话节上集 李沐玄刚对佐若彤说完 那孩子的人生用不着您来负责 吴根生就无奈地笑了笑 随后他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甚至他还干脆闭上了眼睛 闭目养神了起来 一众的三一门弟子看到这一幕 却都是大眼瞪小眼满脸的一位 陆景更是眼睛瞪得如同龄一般一脸的猛逼 这时佐若彤微笑着说道 不用我负责吗 可是事已至此我又能为他负什么责吗 不过我仗着我是个长者 我还是想一老卖老对他劝上一劝 天下正路千千万 三一门虽说算不上什么 但他今后的路还很长 现在迷途之法还是来得及的 听到这话 李沐玄嘴上虽然没有出声 但是他的脸色却变得越加的阴沉 他的身体也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佐若彤这时又继续说道 这些话是我对那个孩子说的 但同样 这些对你们也是适用的 你们回去吧 回去后把今天的事情都想清楚了 希望你们从明天开始都能有些变化 可听到这话的李沐玄 脸却阴沉得仿佛能滴出了水 就见他忽然伸手摸进了怀里 掏出了面人留给他的指幅 斯拉一声就给撕成了两段 而随着李沐玄将手中的指幅给撕得粉碎 他身体皮肉与筋骨瞬间就蠕动了起来 发出了一阵骨骼摩擦的声音 在一众三一门弟子的面前 犹如变魔术一般 不到片刻 原本那个矮小的身体 就变成了一个成年人的身形 当众人反应过来 眼前的小师弟竟然是个冒牌货后 他们立马都惊呼出了声音 随后就有人认出了这个冒牌货的身份 他大喊道 这个假冒之人是全信的恶童李沐玄啊 确定了眼前之人是李沐玄后 三一门弟子们立马都暴怒了起来 他们纷纷地骂道 好你的大胆狂徒竟敢易容闯山 你这分明是没把我们三一门放在眼里啊 甚至还有些人却是一脸的嘲讽 说李沐玄被师父给戳穿后一脸狼狈的样子 简直是可笑至极啊 而就在三一门的弟子们群情激愤 都纷纷地向左若彤请应 要去想了眼前全信妖人的时候 一直默不作声的水云 突然从众人中一步走出怒骂道 好你的李沐玄 你这个小混蛋竟然还敢回来 说吧 他就摆起了架势上前要修理李沐玄一番 可就在这时 左若彤却突然面色一寒怒道 退下 所有人都给我住嘴 见师父出声制止 水云只好兴兴地作罢 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场中安静下来后 左若彤沉吟了片刻才问向了李沐玄 云泽那两个孩子还好吗 李沐玄回道 这会儿可能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 左若彤点头N了一声 说了一句很好后 就伸出了三根手指又对李沐玄说道 当年我给了你师父王药祖三次机会 那么今天我也给你三次机会吧 这些年来 你的那些其他胡闹行为我就算了 但是你逼死了青竹院软套一桩 我今天放你一马 再加上你冒名闯山的事 我今天也不追究了 三次机会已去其二 如果再让我知道你有什么恶行 李沐玄你可就要小心了 李沐玄闻言回道 左门长啊 咱俩也算是相处过些时日的 我什么性子您还不知道吗 恐怕这机会您给了我也是白给啊 既然您这么有本事 我看那还莫不如您今天就把我给降了呢 也正好让我会会这大名鼎鼎的逆声三重啊 左若彤听完李沐玄的狂言 却是轻声地笑道 我是什么身份 难道还会对你一个小辈主动出手吗 今天说放过你就是放过你 不过估摸着你闯山就是冲着我来的吧 言罢 左若彤就瞥了一眼李沐玄继续说道 如果你现在要是敢主动对我出手的话 那咱们可就另当别论了呀 一听到这话李沐玄居然立马没了声音 呆愣在当场的他 一时雨色竟然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左若彤见状踏了口气说道 这么多年了 你可真是没有半点的长进 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自己在做什么呢 反正我该说的我都已经对你说了 今天的我发自一片赤诚 句句的肺腑绝没有当日的焦躁 今后你就好自为之吧 说到这里 左若彤忽然伸手指向了吴根生 你看 我一直在劝你迷途之法 但对这位却是一直无话可说 因为这位跟你可不一样啊 哪怕是你们走在了一条路上 但他却是知道那是条什么路 他也知道那条路该怎么走 随后 左若彤就对吴根生说道 朋友啊 既然李沐璇他不想等到明天了 那就没办法 其实我对你也很是好奇呢 那就请你也真面目视人吧 这不过分吧 吴根生闻眼耸了耸肩恩了一声 然后便立马站起了身 掏出纸服撕碎后 也恢复了本来的模样 人群中 一直看着事态发展的路景 看到这一幕后 一脸猛逼的小眼神 却是越加的猛逼了起来 而这也正是他第一次见到吴根生 可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这个名叫吴根生的男人 将会成为他今后一生的梦魇 与此同时 恢复了容貌后的吴根生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抱拳公身 对左若彤介绍起了自己 在下全姓吴根生 一听到吴根生爆出了自己的家门 三一门弟子们就立即都小声议论了起来 吴根生 这个人就是全姓的掌门吴根生吗 左若彤这时也是一脸饶有兴趣的样子问道 你就是吴根生吗 当年在银河楼陪着李沐璇胡闹的就是你吗 吴根生一脸尴尬地笑道 惭愧惭愧啊 真是让您见笑了 可吴根生的话音刚落 左若彤就从椅子上站起了身 随后就缓步地朝他们二人走了过来 李沐璇见状心中立马就是一惊 他瞬间冷汗就流了出来 心跳也不由地加速了起来 可下一秒李沐璇却发现 左若彤根本连看都没看到 而是静止地走到了吴根生的身前 左若彤盯着吴根生的双眼问道 你们的眼睛是怎么回事 如果要是光看你们眼睛的话 我也会被你们给瞒过去 吴根生闻言一边取出眼中的薄膜一边笑道 只是个小把戏而已 他向了片刻后称赞了一句 真是了不起呢 然后他才将目光挪到了吴根生的身上 可当左若彤看到吴根生那一双没有瞳孔 却如同天上星星一般神银内敛的双眼后 他立马就不淡定了起来 就这样他盯着吴根生的双眼过了许久 直到一脸不淡定到最后的满脸谨慎 甚至竟然还在一众三一门弟子的众目睽睽之下 目不转睛地盯着吴根生的双怒来回地夺步了起来 而在这期间 在场的众人却是无人敢出声询问 他们都疑惑地看着左若彤不知道他心中的所想 两久后左若彤紧促的眉头才逐渐地舒展 眼见着此时的左若彤心中已是有了决断 下一秒 左若彤就在吴根生的一脸猛逼中 指着吴根生一脸耐人寻味地说道 李沐玄他随时都可以走 但是吴根生你却不行